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理財周刊的重榜分析 今天是推介匯控 簡選原因就是 英倫銀行上星期一宣佈 全面撤銷對英國銀行派發股息的限制 匯控今年2月公佈業績時 同時宣佈新的派息政策 將目標派息比率設定是40%至55%之間 即是每股派息實實在在地 和每股的盈利掛鉤 雖然令到公司在未來一年 難以重回昔日高股息的光費 大派息限制撤銷或多或少 會反映銀行業最壞的時刻已過去 匯控股界有望加快進行估值復售 匯控將會下個月2日公佈第二季業績 市場預期業務復甦的勢頭會持續 而投資者亦盼望 匯控管理層在業績會議上 透露未來發展的新難點 市場看法方面 盼博綜合勸商預測 預料匯控2022年稅前盈利 將會按年增長大約9.2% 去到196億美元 與2007年241億美元的紀錄高位 相距仍然很遠 甚至與2017和2019年的大約 復活在210億美元附近的 稅前入利水平亦有距離 匯控要回到昔日收息股的水平 仍然有差距 而在季績方面 花旗預料 匯控第二季核心除稅前利潤 大約49億美元 按年增長90% 按季跌2.3% 遂信預期 匯控在第二季 因為市場活動放緩 和短期利率下降下 季度收益會較為疲弱 收益大約在124.6億美元 按季和按年分別跌4.5% 但預期匯控在期內的貸款業務 會逐步復甦 以及在撥備減少之下 順利預料有30億美元 按季下跌2.1% 按年是上升15倍 花旗估計 隨著信貸成本趨勢下滑 相信投資者將會聚焦匯控的收入增長 業務重組進展等等 策略上 不妨以匯控金人 通討論 期間 掌握 通討論 實施